疯狂小杨哥几年后的家 门铃响了 杨妈妈开心地迎接三个大孙子来说话 有开始发愁怎么解决睡觉的问题 听见小杨哥又在开心玩游戏 每天除了睡懒觉就是玩游戏 这样虚度光阴 杨妈妈还在忍不下去 彻底发怒了 两个孩子的发态 一天到晚小杨哥傻子干 不如把卧室通通拆掉 给三个孙子当卧室 一 墙面刷浅色墙器简单更环保 提前安装好地板 水泥浇灌 船热更快更均匀 上面铺上环保木纹瓷砖 找二就建议买个W养殖宝 三个孩子每天可以找大老 冬天穿着短袖 坐在地上也能玩游戏也非常麻烦 二 用路心方管做框架 确定两个床位 中间横竖交叉旱间 端头立柱坐支撑 杨妈妈要小杨哥买了一堆膨胀宝室 把它狠狠地固定在墙上 外包环保木式面 盖上透气排骨架 放上一米宽的松软床垫 睡觉更舒服 靠墙坐个小衣柜不占空间 掀开盖板 增加收纳空间 空间灵活利用 孩子常穿衣服随手挂 拿取也方便 安装黑色玻璃门 实用眼质高 床头贴软包睡觉才舒服 木式面护栏 防止睡觉时滚下来 三 三个木盒坐台阶 结实又牢固 放舒服浪费 小杨哥的调皮的小儿子睡下面 董事的哥哥睡上面 满足两个孩子的日常需求 四 底下坐两个带滚轮的大抽屉 增加收纳空间 非承重墙面的名向右移 上面坐一台吊柜 考试复习资料随便放 下面坐悬空书桌 杨妈妈还可以辅导两个孙子学习 空间足够大 五 防火板气隔墙 划根区域 安装磨砂玻璃门透光不透影 用度新方管坐床架 几根立柱坐支撑 外包环保木式面 带上透气排骨架 大杨哥闺女1.5米的床不能少 靠墙贴软包睡觉才舒服 上面坐一排吊柜 宝贝喜欢的抱抱熊全放下 床头隔墙留个L行动 睡觉养成阅读好习惯 床底坐两个带滚轮的大抽屉 空间灵活利用 这样的床大杨哥的小宝贝 天天在上面跳芭蕾 抗造耐用100年 靠窗坐悬空树桌 读书写字更明亮 学习更轻松 角落坐个倒底书柜 空间不浪费 旁边延伸坐衣柜 中间全坐挂衣区 挑选衣服一目了然 小杨哥的卧室这样改造 杨妈妈的三个孙子